大家好,我是道士李九龙,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我制作了一套课程,三个小时学会看八字,我们今天来分享 十神之十神正观正才篇 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分享了十神当中的正印,我们知道正印代表了是叫智慧之神 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四大吉神之二,排行第二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神 叫食神,食物的食,食品的食,食神 这个食神代表了一个福神,福气 有命带食神之人,一位食神顶财官 什么意思呢?一个食神顶一个正财,还顶一个正官 这一个食神顶着两个,一般命带食神之人,一辈子都是衣食无忧之人 所以他是个有福气的神 那么食神是怎么来的呢? 以日元代表自己啊,代表我 我生者为食商 养我生养,因我生阴为食神 简记为食,就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个甲木啊,甲木生什么呢?甲木是生火的 那么他生了丙火,这个丙火呢,也是个是个阳火 甲木是个阳木,啊,丙火是个阳火 所以阳木生阳火,哎,这就是食神 那同样的道理 以示阴木,阴木生阴火,哎,那就是食神 那这火啊,接下来该丙火了 火生什么呢?火生土啊 那阳火生阳土,那就是食神啊 这个就是食神,是这么得出来的 食神,他的性格,命带食神之人啊 他一般口才都比较好 他很喜欢玩,他也很会玩 啊,喜欢啊,唱歌,跳舞啊,喝酒啊 啊,包括情色这方面的事 而且是个吃货,很喜欢吃 啊,他代表了多福多寿 身宽体胖,为人宽宏大量 而且对艺术天赋一饼 他的意象呢,代表了比较胖,比较大,有福气 一时无忧,适合选择的职业,有演艺 娱乐,美术,美容,服装设计或餐饮酒店等 食神代表了亲人,他代表了晚辈,学生,下属,徒弟之类的 男人,食神代表了孙子啊 女人的,食神代表了自己的女儿 啊,那么食神的一些更多的其他含义 食神的作用呢,主要是可以生出财来 啊,而且是吃喝玩乐就可以把钱给生出来 啊,你知道这个 呃,商官也可以生财 但是回头我们讲商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商官生财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拼搏去奋斗赚出来的钱 这个食神也可以生财 但是食神他可以生出来财是 吃喝玩乐还能把钱赚到 所以是个很有福气的神啊 那么日元如果生强 食神这时候就为喜用啊 因为我生者为食神嘛 你生强去生的能量就是为自己的喜用 所以食神能够谢化日主 还有笔节 食神一切好的一面就体现出来了 啊,但是日元身弱呢 你本身能量不够 你再去生别人啊 那你食神就会祭兄了 这个就代表自己有啊 满腹诗书但是难遇到伯乐啊 容易抑郁寡欢 怀才不遇 自己的思想啊 与红尘格格不入 另外食神的功能可以克制官杀 啊,这个食神克制克我之七杀 保住自己的命 这个七杀呀是一个病神 看一个人得病 看一个人什么时候死 有些人活着活着三四十岁突然死了 为什么呢 他的七杀太旺 大运流年又同时是七杀的星星照着他 他就突然暴毙而亡 那这个食神呢 可以克制七杀 可以保命啊 在破解七杀来保命这里边啊 这个是七杀是 食神专门克制七杀的 啊,食神一到官运要丢 这里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食神可以克制七杀和正官 那正官可是个好神啊 正官代表了这个容易当官 食神能够克制正官 我们来看一个八字案例 啊,这个人 你看他在这个 他的这个大运 走到了一个食神的大运 他的流年又走到一个食神的流年 那你在他的这一年 2019年的阴历的四月份 是不是三星相会 啊,大运流年 流月三颗星星都是食神星 这个人的官丢了 啊,这个人的官丢了 这个人是谁 大家可以自行百度 中国首富 谁在2019年 阴历四月份 阳历五月份 辞去了董事会主席 啊,我不方便报他的名字 你可以自行百度 这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个 月他就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工作 因为他食神 食神 食神太多了 食神克到了他的官 他就 钱也赚够了啊 也不想着去操心了 就是想着去玩呢 食神代表了一颗福气之心 代表了吃喝玩了 他就 天天就想着玩了 不操那么多心了 就辞职了 把官就丢了 食神到的话 就会把官给丢掉 啊 这在如果以后遇到一些领导的八字的时候 你去给他断是非常灵验的 我经常遇到领导 我跟他一断 我说怎么干得好好的 突然 不干一把手了 他说你咋知道 那原因就在这里嘛 食神 星醒照到他了 啊 他就一把手就保不住了 正官就保不住了 啊 然后食柱又食神是最好的 啊 这四柱里边 最后一柱 食柱又食神最好 因为食柱代表了晚年有福啊 代表了衣食无忧 食柱又代表了子女功啊 也代表能享受子女之福气啊 食神呢 不宜过多 过多的话 会身体肥胖 你看有机会你遇到一些大胖子啊 基本上八字都是在年柱月柱啊 或者食柱好几柱同时都有食神的出现 那这个人他就是容易肥胖 而且你走到这个食神运的时候 你也容易发胖啊 食神过多的话身体就肥胖 而且贪图享乐 好逸勿劳 不务正业 不知节俭 他就不想着天天去怎么去工作呀 去赚钱呢 就想着天天吃喝玩了 啊 所以食神不宜过多啊 一位为真 二位为争 三位为病 对吧 咱们上一节课分享过 但是没有食神也不好 啊 食神呢 代表了玩 他没有食神 这个人就不会玩啊 他就不会玩 不擅长玩 而且食神代表了口才好 没有食神口才就不太好啊 不善言辞 心里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不会表达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 四大吉神排行第三的正观 啊 为什么把正观排在第三呢 有的朋友说 这个正财啊 你看这个意思 正财不是代表了财富收入吗 为什么财富要排在第四位呢 因为古人认为啊 当官是很光荣的事情 啊 酷学这个几十年 最后去考一个功名 想要当官 在古代的时候呢 做生意的人 属于三教九流 啊 是 不是很上档次的事 所以呢 古人把正财排在了第四位啊 那么正观呢 代表了一个贵神啊 贵高贵的贵啊 正观详解 以日元为我 克我者为官杀 阳克阴我或阴克阳我为正观 简记为官啊 就是哪个字是克你的啊 但是呢 你是阳 他是阴 阴来克你 这就好比呢 这个女孩子啊 来管理一个男孩子 他就会很温柔的去管理 而不是那种很严厉的去管理 所以呢 正观的心性 虽然是克我的 但是正观呢 他是阴阳相克 所以阴阳相克 他就里边包含了一些柔情在里边 所以克的不是很凶啊 同性相克就会很凶 七杀 其实就是同性相克 就是阳的克阳的 阴的克阴的 为七杀 那个克的就是直接的凶猛的 非常凶狠的克之啊 正观也代表克我之物 但是正观代表的是 里边包含了有柔情之客 啊 正观代表什么呢 正观的性格 守信用 正直 光明磊落 好面子 在乎名声地位啊 公正连结 性格稳重 他的意向代表了大哥 领导 领袖啊 代表社会地位 代表受人景仰 职业选择啊 适合做政治 法律 侦探 法官 记者 公职 这方面的工作啊 正观代表了亲人 代表了长官 领导 上司 呃 他还代表了男人的女儿 代表了女人的老公 啊 我们正观的其他的含义 呃 在论语当中 孔子 讲了一段话 他说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 不从 就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这个人啊 你自己以身作则 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 言于利己 你不用去命令 会有很多人愿意跟随你 但是你自己都管不好自己 你去命令别人 别人就不服气你 他就不听从你 所以这个正观之人呢 他对自己严格要求 他满身正气 他就容易当领导 容易去管理别人啊 命带正观之人容易当官 他在年柱的话 年柱代表了他的少年时期 可能顶多当官当个班干部 到了月柱 有正观啊 那些接触社会啊 接触了工作或者创业 他就是个领导 就是个管人的人 日支啊 日支就是自作的那个啊 日元做的那个啊 位置啊 有组织能力 有领导能力 那在实支代表啊 子女光明正直 子女当中可能有人就容易当官 对吧 啊 命带正观之人 喜欢操心 劳累啊 容易长白头发 啊 我之前见过一个大老板 也是几十亿的身价 生意做的很大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生意做的这么好 有没有什么诀窍 呃 分享一下呗 他说那这有啥难的呀 那你下边的这些下属啊 你看谁喜欢操心 你把他爱操心的人提拔起来不就行了 他多操点心 我就少操点心 我一听确实讲的还挺有道理啊 所以命带正观之人呢 都是好操心之命 就是你不用管他 他自己管好自己 还能去管别人 把别人管得也很好 啊 所以一般好操心的人都容易长白头发 啊 然后命带正观的人 朋友大多都是正经人啊 有恶习的人啊 比如喜欢赌博啊 就是说好色的呀 犯法的呀 黑社会啊 不正派的人 他不愿意去结交 但是他不得罪他们 就是远离他们 所以正观的人 朋友不会很多 他很难有私打或知己 但是能成为他的朋友 一定是很正派的人 啊 才可以走到他的心里 成为他的朋友 另外 女人正观代表自己的老公 所以不宜太多 古书上有讲 女人无观婚难成 女人一观最好命 女人二观心不定 女人三观会作伤 这是啥意思呢 女同志啊 命里边没有正观的话 那他可能就结婚比较晚 或者是不好嫁人 啊 女同志的命里边有一个正观 那就一个老公啊 一生很幸福 女人的八字里边有两个正观 他就心不定 他家里边有老公 他在外边可能还有别的相好 啊 女同志的八字有三个正观 可能就性生活比较随便 真操观念比较差 啊 可能会同时跟多个男人发生关系 啊 这是古书上讲的啊 然后正观太多 这个人就容易有强迫症 啊 这个性格就比较古板 死心眼 很固执啊 哪个神都不易太多吗 我们之前讲过的啊 然后本命正观很多 大运流年又遇到正观星 这时候会有执法单位 公检法来找事 这什么意思呢 你看正观就代表了管理者 代表了管理你的人 那些社会上谁来管理你 社会上公检法 执法单位来管你 那你在单位里边领导来管你 所以你本身本命里边正观很多 大运流年又遇到正观星 这时候这么多正观 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会有领导找你的事 或者执法单位来找你的事 正观多的人 一生追求的是名誉地位 什么都可以不要 一定要当领导 那你看正印多的人 他的追求是什么呢 正印多的人追求的是自己的思想 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 他希望写书历传 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人 而食神一生的追求是什么呢 吃和玩乐 那正观他的追求就是一定要当大哥 一定要当老大 无论如何 什么都可以牺牲 一定要当老大 这是他的这个追求 命里边心里边的追求 有的人八字没有正观 那这个也不好 不宜多 也不宜少 没有的话 就对自己无法严格要求 不喜欢别人的约束 目无法拒 我行我素 他自己本身也很难做领导 另外女同志没有正观的话 会晚婚 严重的 有些会终身不嫁 一辈子就没有老公 因为他八字没有正观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正财 四大集神排行第四的正财 这个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神 因为正财代表了财富 正财等于负神 正财是怎么来呢 以日元为我 叫我克者为财财 阳我克阴 或阴我克阳为正财 就是异性相克为正财 同性相克的话就为偏财 那应该木克什么 木克土 这个阳木克阴土 所以得出来就是正财 那你阴木克阳土 这就是阴阳相克 我克出来的就是财 那么正财代表了什么呢 性格方面 守本分 诚实可靠 脚踏实地 勤俭节约 重视家庭 想诚信 爱妻子 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他的意向 代表了稳定的收入 合法的收入 那你这样你就能推理出来 这个偏财啊 就代表了不稳定的收入 和一些偏门的收入了 正财 命里边带着多的人 适合选择的职业 比如说银行 财政工作 外交 中介 杂货 百货 批发零售 药商等等 正财代表了人物 代表了富翁 商人 正财还代表了男人的 妻子 代表了女人的 爸爸 正财的其他含义 日元如果身弱 正财就为他的继兄 因为他身弱能量不够 财为我克之物 他再去克 他克不出来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不容易发财 为人就比较吝啬 比较抠门 然后 第二个呢 财洗藏 不洗漏 你看咱们排好八字以后 上边的四个 叫天杆 下边的四个叫地支 如果 正财 透在上边的天杆上 这种财叫虚财 可能这个人 你看他开好车 穿名牌 实际上呢 车是贷款买的 名牌是冒牌货 自己的没什么存款 而地支里藏干里的财 财为真财 所以露出来的天杆之财为虚财 地支里的财才是真正的财 女怕官旺 男怕财多 我们前边学过 女同志正官为自己的丈夫 那女同志正官太多 她的性生活就比较随便 那男人呢 正财代表自己的妻子 如果男人正财太多 这个叫多妻之相 他可能会有好几个老婆 因为古人认为 你有钱 你就可以多娶几个老婆 在古代是一夫多妻制 没有钱的 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上 本就娶不到老婆 所以男人的正财过多 他可能会有好几个老婆 或者他不忠实自己的结发妻子 他不爱妻子 爱在外边爱别的女人 然后正财在年柱 这个代表呢 年柱是父母公 那他代表他是工薪家庭 家庭条件还可以 正财在年柱 跟他能不能发财 关系不大 因为年柱也代表了少年工 那时候18岁之前都在上学 他有财运有什么用呢 也发不了财 月柱日柱实柱 有正财才是最好 你看月柱正财 代表他30岁 就有稳定的收入 这才算得上是负命 那日之逢正财 代表夫妻恩爱 包括他夫妻 他老婆 他的家庭 也都比较富有 那你十柱正财呢 十柱为子孙公 代表了孩子发财 代表他晚年 有稳定的收入 而且十之管55岁以后 十之正财呢 那有可能男同志老年以后可能会再结婚 因为可能他的老婆去世了 他又再结婚了 然后正财偏财不易过多 正财偏财太多了 这位愚蠢之人 他除了对钱感兴趣 对别的全都不感兴趣 所以每个神 他的不易过多 然后命里边没有正财也不好 这样的人呢 你说他能不能发财 他也能发财 因为天上的星星一直在转 他的大运流年 遇到财星一到 他一样又会有财运来 但是一生财来财去 一场空 存不住钱 然后呢 正财也代表了女人 那他本命没有财 天上的星星来了 他就会有桃花运 但是大部分都是烂桃花 就不会跟这个女人从一而终 然后没有正财的话 男人与自己的妻子缘分比较薄 可能会晚婚 或者是结婚以后 夫妻感情不好 那么女人 这个正财代表自己的父亲 女同志命里边没有正财的话 女人就与父亲的缘分比较薄 而且父亲可能会早丧 或者是身上有残疾 有病 并且父亲可能会没有能力 我们来看一个八字案例 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浏览器 或者电脑浏览器 输入zydx.top 就是周易大学的简拼.top 打开咱们的八字排盘网站 咱们来随便排个八字 看一看他的这个八字 好 我们今天这节课主要来看 食神和正观 正财 这个八字 我们来先看食神 他的食神在这里 这个食神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福气 代表了一时无忧 一个食神就代表了一时无忧 那他这个食神还代表了身材肥胖 这个人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容易发胖 他之前的身材还可以 但是到了这一住 有了食神 他的身材就开始发胖了 为什么呢 一个字代表九年 三九二十七 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 有食神 他就开始发胖了 另外食神在这里 代表了晚年功 他能享子女之福气 包括老了以后 也是一时无忧 对不对 这就可以给他断两件事了 另外正观 你看他这里有一个正观 正好是在他进入社会以后 从十九岁到二十六岁 进入社会的时候 正观 那这个人就很容易当领导 他在这个时间段 他就会做官 就会当领导 那么另外我们看他的正财 这个人正财 坐在了夫妻宫 这里的正财 就代表了他的太太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呢 他走到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他就容易发财 因为这个人是个身强啊 我们来看 他是任水日主 然后呢 月令也是个水 水来帮水 这里石干 又有个水 水来帮水啊 这个人是身强 身强的话 他见到财 他就发财 他在这一柱啊 就容易发财 并且这个人呢 他还有两个偏财 偏财呢 代表了不稳定的收入 可以理解为做生意 这个人除了自己有工作之外 因为这个正财代表他自己本身也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自己除了有稳定的工作之外 他在外边还有其他的三个生意 因为天干之神 一个代表两个 地支之神代表 一个代表一个 他有两个偏财 一个正财 那他除了 这个 有稳定的工作之外 另外还有其他的三笔 其他的收入 可能会做一些生意 看不懂这节课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从第一节开始看 那么我发明了一套课程 总共三个小时 让完全不懂周一八卦的朋友 可以通过三个小时的学习 就能学会看八字 点赞转发功德无量 点赞转发功德无量